王室内部的权力斗争和争议向来是备受关注 而卡米拉王后作为这一争议的中心人物 她的地位备受质疑 最近的报道揭示了她死后可能没有盛大的皇家葬礼 并且她的骨灰和私人物品将会被带离皇宫 这一消息让人们开始思考 卡米拉去世后会有怎样的葬礼 以及她与王室的关系是否是真的如此疏离 据英媒报道 王室内部至今未给卡米拉王后准备葬礼代号 甚至没有进行预演 这引发了人们对于她死后是否能享受盛大的皇家葬礼的质疑 这种差异待遇的背后或许反映了王室内部权力斗争的阴影 卡米拉王后作为查尔斯王子的妻子一直备受争议 她的婚姻与查尔斯王子的婚姻破裂 与王室内部的权力斗争密集相关 因此她死后可能没有得到同样礼遇的葬礼 也不足为奇 据可靠爆料 卡米拉王后死后的骨灰和私人物品 将由她的大儿子汤姆代理皇宫 并且永远不得再靠近皇宫 这一消息引发了更多关于她与王室的关系的猜测 骨灰和私人物品的处理方式不仅仅是一种象征 更是权力斗争和个人身份的辗转纷争的体现 这似乎意味着 卡米拉王后和王室的关系已经永远疏离了 无法再享受王室的待遇和身份 这种对待或许是王室内部权力斗争的结果 也可能是对她个人行为的一种回应 不过 卡米拉王后的大儿子汤姆 对于她的母后葬在伦敦郊区 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和反对 她坚信 自己的母亲是大英帝国名正言顺的王后 绝对不应该被埋葬在偏远的伦敦郊区 她认为她母后卡米拉应该与她的继父三世国王 一同葬入皇家陵墓 这样才能真正对得起 她如今显达尊贵的身份地位 汤姆发表了一份公开声明 表达了她对于母亲葬礼安排的不满和愤怒 她强调 卡米拉王后作为王室成员 一直以来都以尊贵的身份 服务于大英帝国 她的贡献和地位应该得到应有的尊重和荣耀 而不是被安排在偏远的伦敦郊区 汤姆的表态引发了社会各界的热议和关注 有人支持她的主张 认为卡米拉王后确实应该得到更好的葬礼安排 以体现她作为王后的地位和贡献 然而也有人持不同意见 认为葬礼安排应该根据王室的传统和规定来举行 而不应该被个人感情左右 王室作为一个象征着传统和尊严的机构 其形象的动荡会引发公众的质疑和争议 这也提醒我们 权力斗争和个人行为对于王室形象的重要性 王室需要审慎处理内部的权力斗争 以维护其作为一个象征的尊严和稳定 无论是王室还是个人 我们都应该尊重和珍视生命的存在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和经历 我们应该以宽容和理解的态度对待他人 不论他们的身份和地位如何 只有在相互尊重和包容的基础上 我们才能建立一个更加和谐和公正的社会关系 英国王室一直以来都备受全球瞩目 一场关乎权力和财富的继承之争 在王室内部掀起了巨大的波澜 卡米拉王后对查尔斯的决定感到极度失望 英国议会早就通过了一项规定 免除新君王对继承财产纳税 这使得查尔斯继承伊丽莎白女王全部的财富 然而这也引发了财富传承的争议 查尔斯决定采用君主继承法 将自己的所有财富归威廉王子所有 这一决定不仅涉及到王室的财产 更牵扯到家族内部的关系和权力平衡 卡米拉王后对查尔斯的决定感到失望透顶 作为现任英国王后 她与查尔斯没有孩子 这对她来说是最大的遗憾 卡米拉渴望为自己的孩子争取遗产继承权 以改善家人的生活 她认为自己的身份应该让家人能够获得更好的生活 而现在最受欢迎的是戴安娜王妃的子孙 这让卡米拉感到更加焦虑和无力 作为母亲 卡米拉自然而然地 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得到更好的生活 她可能为自己的孩子构想了美好的未来 包括财富的继承和地位的提升 然而查尔斯决定将所有财富传给威廉王储 这让卡米拉感到自己的孩子被哭示和亏欠 虽然卡米拉作为信任英国王后 她的地位和影响力在王室中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威廉王储作为未来的国王 她的地位和权力将远远超过卡米拉 这种权力的不对等可能会导致卡米拉 在家族内部地位的下降 更气人的是戴安娜王妃是英国王室历史上 备受喜欢的成员之一 威廉王储作为戴安娜的儿子 享有巨大的民众支持和关注 这使得卡米拉在公众心目中的地位相对较低 她感到自己在家族中的地位被忽视或低估 财富传承对于王室来说至关重要 她不仅关乎王室形象的一部分 更是与民众建立联系和赢得尊重的关键 然而财富继承也需要面临着诸多挑战 不同的继承方式可能会引发争议和不满 而平衡家族成员的利益更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查尔斯的决定引发了公众对于王室财富传承的思考和讨论 王室成员不仅仅是享受财富和特权的代表 更肩负着一系列的责任和使命 权力的行使需要考虑到公众的期望和利益 而财富传承也应该符合社会的公平和公正原则 在权力和责任的交织中 王室成员需要做出明智的决策 以保重公众的信任与支持 财富传承的问题不仅仅是王室家族的私事 更欢呼社会的公平与公正 在权力和责任的交织中 王室成员需要以智慧和勇气做出正确的决策 以维护王室的形象和家族的和谐 只有在互相理解和包容的基础上 才能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 使财富传承成成为社会进步和公正的象征 卡米拉最近刚过了她的76岁生日 这是她自加冕以来的第一个官方生日 所以她要求动静一定要大 还是要把她的官方海报拍得美美的 这是她交给继子威廉的一项重要任务 卡米拉看到自己犹如青春般漂亮的生日海报 很满意 也对威廉王子的办事能力给予了肯定 威廉虽然一直对继母卡米拉有成见 但她是一位具有大局观的王储 为了维护君主制 为了威尔士加的未来 她放下心中对继母的芥蒂 做好表面功夫给足了老父亲面子维护好皇家的颜面是她目前要做的事情 康米拉的生日在皇家别院举行 生日当天下午 71匹马和骑手从海德公园骑马前往伯格林公园 并由国王部队皇家马炮兵在伦敦中心格林公园 冥想41响礼炮 乐队进行表演 下午13时 荣誉炮兵在伦敦又名62响皇家礼炮 在白金汉宫卫兵换岗仪式上 爱尔兰卫兵乐队演奏了生日快乐歌 可谓是悄悄打打了一整天 查尔斯国王这么隆重地为他的王后卡米拉庆祝生日 真是给足了面子 查尔斯的前管家格兰特·哈罗德爆料 查尔斯是个浪漫的男人 每年生日都会费尽心思给卡米拉制造惊喜 查尔斯国王亲自发布了一张 妻子笑容满面的可爱照片 并在下面写了一句话 诸王后陛下生日快乐 总的来说 卡米拉是比较幸运的 她得到了查尔斯国王的所有偏爱 权力和荣誉都给了她 她应该好好珍惜这一份来之不易的幸福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赞 订阅 转发